孩子的最近 是正常發脾氣嗎 昨天下午 昨天為什麼會發脾氣 是因為 很嚴肅 就是很嚴肅的跟她的講 對 她有稍微有一點鬧脾氣 休協凱一這件事 把補補罵哭 想帶楊明威去荒島 原因超噴笑 休協凱一日出席記者會 跟大家分享 在家陪孩子的日常 自爆其實昨天才發了脾氣 孩子的最近 是正常發脾氣嗎 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 因為現在其實是在線上上課 她把所有的事情 寫功課 然後練鋼琴 然後吃飯 洗澡 全部都壓縮在 晚餐左右的時間 那她電力大概只有到9點 就要睡覺了 所以她做到最後要練鋼琴的時候 她就沒有精神 她會動摸摸西摸 對 動摸西摸 那我就會說 那早上我們那麼多時間 為什麼我們不先把一件事情做好 就有好多時間可以來慢慢做 所以我就是小小的教訓了她一下 很嚴肅 就是很嚴肅的跟她的情緒 對對對 她有稍微有一點鬧脾氣 為什麼要滑飛 還好 就抱抱她 就說沒事沒事 爸爸還是很愛你 對 因為那種很有型 有都有 都有玩錢 你們家是有心情 想要賣的一家人的動物 我真的很傻眼 真的不知道接下來 還會有什麼生物 小孩也很愛情 然後也很喜歡照顧小的寵物 對 所以媽媽就很熱情的 一直一段的去尋找 對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下一隻是什麼 聽說她很喜歡鸚鵡之類的 對 但是我說我們家有五隻貓 你真的還要養一隻鸚鵡在家 那個鸚鵡可能每天 都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貓咪可能會這樣 一直盯著牠 現在你會當心靜 對 因為養子會經常盯水的角度 所以你去看了之後 有發現她那個藥物嗎 我已經跟公司講了 然後就是她的酬勞 真的要分給我 如果不分給我那一集 我真的會生氣 然後我就看楊明慧做飯 就怎麼看都覺得 怎麼可能 因為她平常我們出去吃 聚會或幹嘛 她就是會屬於 既不帶小孩又不做飯的那一個 哈哈哈哈 什麼東西 我都覺得我肚子裡面 哈哈哈哈 好壞喔 我認不 哇 她說她不想要 她的人設跟我一樣 我說我人設怎麼了 她說沒有 你覺得她做很多事情很累啊 她要當比較酷的爸爸 她就要當那個 看似 對 我自己非常喜歡 然後我立刻就不斷的問公司說 我什麼時候還可以 會不會當第二集 我不知道 如果有任何的 我覺得都不排斥 看你不聞到 為什麼要不要把你男友話 我覺得話很酷 一群男生在那邊很熱血 然後玩一些競賽 就會很好玩 我就被罵了一頓 如果要去 就是去光島的話 你想要揪手一起去 我覺得 楊耀寧跟楊明暉一定逃不過 因為他們兩個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元昊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人選 因為他很會做 而且他什麼都會 他又可以去捕魚 又可以去打獵 又會賽車 雖然我也不知道 帶楊明暉去到底要幹嘛 但是他就感覺 他可以讓我們心情 心情變好